陈水扁新出关不住的声音 包括了他说 谢长廷还有叶纪兰当年都有逼宫 希望他下台甚至还深夜去点到官邸当中 那么要和他谈下台的事情 不过刚刚看到是叶纪兰否认了 他说没有这样的状况 可能是陈前总统记错了 那么到底目前在这个民进党这个部分 钟心总统怎么看 正如你刚刚谈到龙谈案 孤承宇他做一个政 他要避时及虚 那叶纪兰一样嘛 其实我们政坛都了解 有没有逼宫 问施明德 许信良 苏智芬他们都谈过嘛 所以哪怕叶纪兰否认也没什么意义嘛 就像邱颖赢 他说吴淑珍选择性的爆料 问题是民进党过去是选择性的正义 因为这种选择性的正义 让自己拖起来